我和黄山结缘 缘起我在四川荣城求学时 结识了我的太太小秋 大学毕业后 我随小秋第一次来到了黄山 我们登山游湖 走街串巷 所到之处结识小巧留学人家 田园木格梅吉 更有着随处可见的 已经千百年的历史益存和文化古迹 这些对于一直最信与中国文化的我来说 仿佛走进了一个梦之国度 陶醉 忘情 震撼 中国有句俗语叫 先成家 后立业 就这样 毕业后我们在黄山结婚 并选择定居黄山 如今我不仅仅是 黄山学院的一名英文老师 还兼职开了自己的小披萨店 如果说过去当外教做披萨 只是觉得有意思 那么现在对于我来说 就是更有意义 今年是我在黄山生活的第七个年头 对于我本人而言 黄山不只是世界名山 还是我的家乡 也希望通过卓文的小食堂 能把黄山的特色美食文化 传播得更远 欢迎大家来大黄山 来南西南 我亲手给你口抽鲁鱼披萨 Welcome to黄山 It's a beautiful city filled with 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 a deep and ancient culture waiting for all of us to explore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